小美从小就和父亲移民加拿大 长大后和男友准备返岗发展 但是男友要下礼拜才能回香港 她只好一个人率先返岗 并暂住在尼姆家中 这天晚上她一个人外出散步 途经一条路的时候 撞见有人在烧纸前 小美没太在意地继续往前走 突然被什么人抓住了肩膀 小美卷过头去 发现一个纸人正盯着自己 她的魂都被吓掉了半条 才发现原来是哨纸的老婆婆 在拿纸人的时候 不小心撞到自己了 老婆婆急忙跟小美道歉 小美只好埋怨了几句 就坐把离去 晚上她回到家中 却怎么也睡不着 打电话给男友撒娇 但对方约了朋友 很快挂掉了电话 难以入睡的小美 接着打电话给朋友 但是不是没人接听 就是已经睡了 这时她看到了桌上 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突发奇想的 打了个电话回老宅 很快对面就有一个女人 接起了电话 小美恶作剧的说 我找小美 谁知对方回答说 自己就是小美 吓得小美赶紧挂断了电话 用被子蒙头 逼迫自己睡觉 她躺下之后 窗外有一个白影飘过 很快小美就睡着了 却梦到自己 被淹在水里的画面 她从噩梦中惊醒 当她试图再睡的时候 噩梦的画面 却怎么都没法抹去 这下彻底睡不着了 小美只好喝酒 放松神经 谁知 一罐啤酒还没喝到嘴里 一把不知哪来的纸钱 突然诡异的撒在她脸上 吓得小美向四周张望 但是又什么都没发现 一周之后呢 男友终于回来了 但是她惊奇的发现 小美像变了个人似的 抹着黑色的眼影和口红 毫无形象的抽着香烟 男友看不下去 埋怨了她几句 结果俩人吵了起来 小美说 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 她委屈的跑跳 但是不小心崴了脚 幸好男友追上来哄她 俩人又和好如初了 男友说 她失眠的话 应该去看医生 但是小美不觉得 自己得了什么病 晚上小美 依旧做着同样的梦 半夜惊醒后 她发现窗外 有一个人影飘过 当她准备去看 那个人影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 接电话的时候 却又被挂断了 小美一看来电显示 更害怕了 居然是老宅 那个号码打来的 第二天小美 打扮性感 就和男友约会 但是男友迟迟没来 自己还被几个流氓调戏 小美一时恼火 十分粗鲁地 骂了几个流氓 几个流氓 只好灰溜溜地离去 男友来的时候 发现小美在说脏话 又开始念叨 小美怎么现在 变成这个样子了 小美也十分生气 作为男友 约会迟到就算了 女朋友被调戏 也没帮忙出息 现在还反过来教育她 于是她很不给面子的 扭头就走 走到一个化妆品店门口 老板突然拦住她 说已经在这里 等了她一个月了 可是小美 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对方又说 她上次订的化妆品 已经到了 一听到化妆品的小美 仿佛入魔了一般 直接跟着老板娘 去到店里化妆 等男友找到她的时候 发现她已经给自己 化了一个中毒熊猫妆 小美以前 可是最不喜欢化浓妆的 她自己也终于察觉了 自己的不对劲 男友问她 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 压力大才变成这样的 小美只好将之前遇到的事 都告诉了男友 为了查找真相 俩人回到了老宅的住址 但是那里早已被拆掉 建成了公园 既然屋子都没了 那电话怎么还在 俩人一脸纳闷 说不定啊 是电话公司将号码 拿给了其他用户 俩人急忙打电话 给电话公司查询 但是电话公司说 没登记过这个号码 这下子没辙了 男友也是说 会不会是她 把噩梦和现实混淆了 无奈的小美啊 回到家 又打了一次那个号码 很快呢 那个女人在此接听电话 并且跟小美说 想知道真相 就去一栋大厦找她 小美赶紧和男友 赶去了那栋大厦 但是上楼的时候呢 电梯门却怎么都关不上 男友说电梯都坏了 不如明天再来好了 小美不顾男友的劝说 执意要走楼梯 男友也只好追了上去 但是中途被一个倒下的箱子 拦住了去路 小美这边呢 很快来到天台 却没有看到意料中的 另一个自己 站在天台上的是一个 磨刀的大汉 大汉看到小美后 发狂的笑着说 来得好 上次没把你杀死 这次就送你去归天 小美吓得呀 赶紧转身关上天台的门 但是门呢 很快被大汉用菜刀劈开 记着她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这时男友终于赶来了 她和大汉扭打成一团 险些不是大汉的对手 这是奇怪的事发生了 小美突然像被附身了一样 她一个眼神 大汉突然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接着将自己撞死在墙上 大汉死后 小美也清醒了过来 但她却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什么地方 对刚刚发生的一切呢 也毫无影响 所以说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合理猜测 附身小美的女人 就是影片开头 那个烧纸钱的老婆婆的孙女 女人生前喜欢化浓妆 喝酒抽烟 被杀害后化成厉鬼 附在小美身上 小美每晚做的噩梦 应该就是女人被杀害的场景 最后啊 女人利用小美的身体 成功完成了报酬 看完这个故事呢 以后看到烧纸钱 记得绕道而行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flooded 明白了 罗祝 废場